大陆方面12月21号宣布终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部分产品关税减让 涵盖原产于台湾地区的丙锡、对二甲本等12个税务进口产品 民进党严重阻碍ECFA实施 导致大陆有关部门不得不终止ECFA部分产品的关税减让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唐永宏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表示 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罪魁祸首是民进党当局 民党当局这么多年以来高度的限制甚至禁止从大陆这边进口有关的相关的产品 那么这构成了一种歧视性贸易政策 一方面享受着大陆这边开放性的市场 另外一方面进一步的对来自大陆的产品的进口设置较高的贸易比率 所以在这种基础之上大陆不得不做相应的这一个政策方面的一些调整 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罪魁祸首或者说责任方实际上就是在台湾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 此次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发布公告 有台湾媒体注意到提及部分产品关税减让使用的是中止一词而非中止 在唐永宏看来这是大陆略施惩戒之举希望对岸尽快迷途知返 之所以用中间的中止和中止而不是用最中的中止也显示出大陆 它只是劣势惩戒的行为12项的产品 当然实话产品仍然是当前台湾的几大自助产业之一 但是我们目前只是终止这个洁面关税这部分的优惠政策 其实我们并没有说不进口它的这些实话产品 所以在我看来还是只是一个略是惩见希望民党当局 避兔知返尽快的去调整它的政治立场 包括它对大陆的贸易政策的比锐 唐永宏强调若对岸执迷不误坚持顽固立场 大陆还可采取进一步反制措施 那时的范围和力度将不同今日 如果说民党继续这样子坚持顽固立场 我认为会导致大陆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 这样带来的冲击就会比较大一些 另外台湾当局不管将来是谁执政台湾 台湾当局首先必须回到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来 因为九二共识是推进两岸经贸交流合作的 制度化正常化和自由化的政治基础跟前的条件 第二个台湾当局必须遵守 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时候的承诺 才能够让两岸经贸关系重回正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